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班级的团魂让你印象深刻 我觉得我很难去讲说哪一班比哪一另外一班来得更好 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风格独立独特才是最重要的 我相信透过这一次的考验 他们的默契他们的感情会更好 整个班级团体的感觉味道会慢慢磨出来 觉得第一名的班级要制备哪些特质 他们能不能变成一个很出色的团体 要看他们互相的怎么想磨合吧 他们的默契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每一个人在一起可以凝聚成一股力量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我眼光非常好 我不好说 他们每一班在我心目中都是第一名 因为我觉得艺术是很难被比较的 他们风格都不一样 陆以团之名时心情如何 这次有碰到Selina姐 那我之前在别的工作也有 场合也有机会碰到Selina姐 这一次来参加节目 我觉得蛮开心的 碰到很多老朋友 对袁雅维的印象 当初就是Tia老师 给我发信息 说希望我可以来 所以我前一次也跟Tia老师合作了一首歌曲 所以Tia老师是我最熟悉的 觉得袁雅维是什么风格的老师 Tia 她的歌声太棒了 我相信她应该很严格 Tia的人非常非常活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喜欢Tia 觉得自己是什么风格的老师 我是可能会是比较 站在同学的立场的那种 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来人 不要说当他们的老师 可以去给他们什么指点 可是在这个路上 可能我们多一点的经验 在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可能多一个人去给他一个不一样的意见 如果有机会会想组一个团体吗 有计划的话可以 应该会是蛮好玩的 最后有哪些工作计划 推出新的单曲吧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什么风格的新单曲啊 我的风格 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吗 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突破 我要的是更可以去展现 完整的去展现我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这个是我现在在我的事业 跟我的人生上面想要去做的 会不会考虑去拍戏 如果有适合的戏的话 如果有的话 对 在我现在的阶段 当然音乐还是我的最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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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